这个点位真的很神奇 你看他冲了过去 一个大招 自己就先没了6012的血量 接着他的大招就打中了目标 不过反观他自己 又挨了6613的暴击 直接赶了 后面他的对手 鲁班七号 又再又再的就走了 后面这个点位不服 又去找鲁班七号了 不过鲁班七号两个普通攻击 点位又没了 鲁班七号还在他的身体上跳起了舞 这是不是一种侮辱呢 我呢则是看得一脸懵 要知道我的鲁班七号 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攻击力过 我玩鲁班七号的时候 从来只是躲在团队的后面 不敢和对面硬杠 只能偷偷的输出 而这名鲁班七号 那不但是伤害高 而且还能一个打好几个 我的天哪 我都羡慕坏了 于是后面我就打听呀 这鲁班七号是谁呀 谁玩的这么强 功夫不负有亲人 终于让我给找到了 并且我还要过来他的秘诀 就是这套出装和名玩 原作者说了 用了这套出装和名玩 伤害就能和他一样 我呢拿到名玩以后 就直接开启了一局 颠轰赛测试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点个关注点赞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这套出装和名玩究竟怎么样 前期我对战马可布罗 他很嚣张 直接就跑到了我的后面 此时就算他的血量比我高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受这样的侮辱 一顿操作猛入 我就把他给打跑了 这时候正当我洋洋得意的时候 李白来了 我没了 我复活之后 李白走了 我直接就推到了敌方的二场 果然 对面的马可布罗 那是中看不重要 他不靠他的队友 他根本就打不过我 我只需要削尾的来一枪 他就打不过我了 此时 即便对面人员过来 我也有招架之力 因为此时的我 有姚陪着我 我就不信了 谁还能抓死我 对不起 我又说大话 他们就是仗着他们人多 因为有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等后期吧 我忍了又忍 终于让我忍到了后期 此时的我 打到小编的伤害 你们就应该能看出来 我已经近飞昔比了 就对吧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打十个 所以我就来到了 对面的高地 苏列过来推我 我一个薄薪 就是六千多呀 兄长吧 貂蝉过来打我 被我两枪秒了 吕布过来打我 被我两枪秒了 法师过来打我 被我一枪秒了 我的天哪 直接四连重返 此时对面 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直接约他 他过来了 我直接给他拿一枪 八千六百二十二的伤害 直接五连绝世 我的天哪 这五杀还给他连上了 我的天哪 这伤害 这套出装真的 你们也去试试 谢谢大家